英文中有一些常用语是从圣经中演变过来的 有些词句还有相对应的中文 比如今天要说的替罪羊 说到替罪羊 大家都明白指的是那些无辜的替人顶罪背黑锅的人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非常惧怕自然灾难 以为人得罪了天神就会受到火山爆发 洪水地震饥荒瘟疫等惩罚 为了让天神息怒 古希腊人就用活人献祭的方式来讨好天神 而且必须献上贵重的祭物 就是王子公主或者是国家重臣 不过在真的献祭时 往往又会偷粮换猪 用下层社会的奴隶罪犯去当替罪羊 在献祭之前给他们穿上华丽的衣服 装扮成上层社会的样子 再吃一顿最后的大餐 在中国儒家文化流行之前 也有用活人献祭的做法 后来孔孟之道流行 不再用活人献祭 也有了行不上大夫的规矩 可是跟欧洲一样 替大人物受过的 往往还是平民百姓 到了第16和17世纪的英国 虽然不用活人献祭了 不过还是由地位比较低的人 去当替罪羊 比如有一类陪王子读书的书童 叫做Weeping Boy 挨鞭童 一旦王子犯罪 他们就要替王子受鞭刑 好像中国古代的书童 替主子挨打一样 他们都是待人受过的替罪羊 替罪羊现象 在1930和40年代的欧洲 表现得更为残酷 德国当年遭遇经济危机 大部分犹太人 却仍然过着富裕的生活 希特勒就把犹太人当作替罪羊 说因为他们自私和不爱国 国家才会穷困且贫富悬殊 逼迫犹太人的运动 从德国推展到整个欧洲 还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说到中国的封建王朝 皇帝们每年也要举办重大的献祭大典 不过线上的祭物不是活人 而是牛、羊、猪等祭物 今天北京有一些有坛字的旅游景点 像是天坛、地坛、设计坛、仙龙坛等 都是当年皇家的祭坛 封建王朝日子 这段经文是出自立位纪第十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 中文和合本的经文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年鸠 一鸠归于耶和华 一鸠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年鸠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祭 但那年鸠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谢勒 您可能注意到这段中文经文中并没有出现替罪羊 这三个中文字 因为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直接从西伯来文翻译过来的 阿萨谢勒是西伯来文azazol的音译 而在1530年 英国新教学者威廉 廷代尔 威廷天德尔翻译圣经中 把阿萨谢勒翻译成英文 Scapegoat替罪羊 它根据的是利未记所描述的献祭场景 到1884年 在新修订的英文圣经 Revised Version中 把Scapegoat替罪羊又改回西伯来文的音译 不过替罪羊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我们再回来看古以色列的献祭场景 在赎罪日那天 要把两只健康而无瑕疵的公山羊放在会幕门口 然后大祭司为那两只羊黏究 其中的一只羊是献给耶和华神的赎罪祭生 要杀了之后陷在祭坛上 另外一只羊则被放生 放生的仪式是 大祭司把双手按在这只山羊头上 把百姓的一切罪过都归到这只山羊身上 然后把山羊带到远离人群的旷野去放生 代表百姓所犯的罪也都消失在旷野 简而言之 这两只公山羊 一只是献在祭坛上的祭生 另外一只被放生的是替神的百姓顶罪 在圣经最早一卷书 《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 也记载过用羊代替人来献祭 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 在一百多岁时 遵从神的吩咐 把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 要献给神做反击 在最后的时刻 神差派天使制止了亚伯拉罕 然后让他在旁边的小树丛中 找到一只公山羊 在祭坛上杀了献为反击 用羊献祭为人赎罪 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后 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整个人类的替罪羊 在圣经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一再地称呼 耶稣是神的羔羊 替罪羊的故事 一直是文学、音乐、影视界喜爱的题材 比如名著《悲惨世界》和《基督山伯爵》中 都有替罪羊类型的人物 犹太裔美国摇滚乐和民谣作曲家 Bob Dylan 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一首爱情歌曲 Bullet in Plenty 平原民谣中 说他爱上的一位姑娘 又聪明又温柔 却常常被当成家中的scapegoat Of the two sisters I love the young Most sensitive instinct She was the creative one The constant scrape goat She was easily undone By the jealousy of others Around her 可见替罪羊现象是人类从古至今 从上层到底层一直存在的 不过能够真正承担人类的罪 而且能救赎我们的 只有神的羔羊 耶稣基督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神说人说 我们下次再见